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上午是少数民族师资创业技能培训班在师技校正式开课 开班仪式上斯朗别克代表师党委向培训班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多年来师党委把提高少数民族干部职工整体素质 作为构建和谐四师的民生工程阳光工程 加大投入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步伐 此次少数民族单项技能创业培训和家畜饲养师资培训 免收培训费 食宿费等 为学员们提供了宽松的学习环境 他希望参培人员要遵守纪律 认真记录 融会贯通 学以致用 为构建和谐四师做出应有的贡献 师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师技校的领导 就办好培训班提出了具体要求 仪式结束后 斯朗别克一行查看了培训学员的住宿情况 并与学员们亲切交谈 据了解此次少数民族单项技能创业培训和家畜饲养师资培训班 培训时间分别为15天 10天 13天 培训结束后 师劳动保障部门还要无偿为培训学员提供岗位信息 介绍实习点 推荐就业 帮助创业等跟踪服务 我小学的很多 所以就是通过这次的培训 我想我还是能学到很多技术和创业的智能 76团位于昭苏西部拥有草场61万亩 有着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多年来 该团精心培育积极引进优质美丽弩种畜 提高细毛养品质 被国家农业部指定为细型超细型细毛羊生产基地 是全国首批科技新农与可持续发展综合示范线 也是萨帕勒优质细毛羊生产基地 目前该团细毛羊饲养量达7万余只 一方面加大了细毛羊的扶持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不断地和新疆和兵团农肯科学院 石河志大学等科研单位合作 实施了绵羊胚胎移植和绵羊子宫脚输精技术 并长期坚持了绵羊人工输精技术 同时不断地从外地引进优良种序 使得团厂细毛羊品质不断提高 为在央视宣传新疆型和军肯型美丽奴细毛羊扩大知名度 新疆具有科技影视中心设置组来到该团塞因苏沟和苏拉克赛沟 对美丽奴总公羊后背母羊美丽奴细毛羊养殖繁育情况进行了一一拍摄 施劳动魔法60岁团17类农机户李辉 依靠勤劳和智慧在农机行业里闯出了一条致富路 多年来他还热情地帮助身边的贫困职工和少数民族职工 成为职工群众致富的带头人 1987年刚满18岁的李辉因家庭贫困放弃了学业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当年他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一万元与联队两名老农机手合伙买了台东方红练轨车 短短三年间他依靠承包土地和农机作业不但让家庭摆脱了贫困 还成了联队屈指可数的富裕户 有了资金他开始更新农机具 很快成为年收入20多万元的农机大户 在自己致富的同时李辉还热情地帮助身边的贫困职工 与八名贫困户合伙经营机车 向他们传授机车作业技术 并数年如一日地热心帮助他们 最终使这八名贫困户都摆脱了贫困 与此同时李辉还先后未连对贫困职工的子女 垫付学费2000多元 参与各种社会捐助活动数十次 捐款近4000元 2002年以来 他连续六年被团授予农机标兵光荣称号 多次被兵团失授予青年致富能手 致富带头人 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2002年还被国家农业部授予 全国跨区收割作业能手称号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和普通的农机手 也要好好学习科学发展观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学习农业农机知识 带动全团的农机手 做好本职工作 搞好作业质量 达到六次标准 为广大承包库更好的服务 这一次被评委师老模 也带来了荣誉 同时也感到了压力 更激励我在以后的工作当中 更好的为广大群众服务 5月11号 师教育局科技局神技局三部门领导 来到法方扶贫年队77团9年 为该年圈赠了16桶生物肥和一台打用机 今年为帮助77团少数民族贫困职工脱贫 师与该团共同投入40万元帮扶资金 帮助该团60户少数民族贫困职工发展农业生产 种植马铃薯和小麦等作物 师教育局科技局审计局挂钩帮扶该团少数民族联队9连 相继为联队送送了电视机电脑等办公用品 并邀请师和伊丽州资深农业专家 为少数民族职工讲解重养殖科技知识 为他们送送春小麦春油菜马铃薯等作物栽培技术书籍 目前该联农作物进入田馆画出阶段 5月11号三部门领导为该联送来了生物肥 为贫困职工解了难题 政府我连进入田馆阶段 三部委的领导带着咱们这些微肥啊 这些农业到我连来给咱们贫困户这一块 送来了温暖 使他们及时用上了这个月 据了解三部门还将和该团一起帮助 少数民族贫困职工发展养殖业 采用融资养畜的方式 为连队的60户少数民族贫困职工 每户发放扶贫融资羊30到50只 每年上交25%的子畜 5年后牲畜全部归个人所有 5月10号在六九团二连赛场内 7000多平方米赛场的重建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六十九团自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 以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为出发点 积极为职工办实事解难题 针对该团二连赛场年久失修 水泥地面风化无法使用的实际情况 该团党委将改善连对赛场条件 列入团场十项主体工程之一 投资50多万元为二连修建7000多平方米的赛场 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量赛难题 赛场修建工程预计五月中旬可顺利完工 确保六月份下收作物顺利进场 点一来 位于六十三团团部的楼房施工现场 一派火热的劳动场景 该团120套保障性住房建制工程全面展开 今年六十三团党委把解决困难职工住房问题 摆在了突出位置 根据宾师党委有关要求 该团制定了2009年保障性住房工程实施方案 及时成立了领导小组 通过摸底调查职工代表评议 张榜公事等程序 把120户住房困难收入低的职工家庭 纳入保障性住房建设工程 目前六栋楼房已全面开工建设 成建单位伊丽宏远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研把施工质量官 努力打造新品工程 确保职工群众住上放心房 5月10号 七十团农十八连 将用番茄杀地育苗移栽工作全面展开 这次该团首次在杀土条件下 示众高产值蔬菜类经济作福 七十团十八连是一个土地杀化严重 自然条件差的新开发联队 为提高职工收益 加快土壤改良进度 该团农业部门和宾师农业技术人员 经过反复论证 决定在杀地开展 番茄育苗移栽推广工作 针对杀地保商保水性能差的特性 该团采取了先整地铺管铺膜 滴水滴肥 再开展番茄肿苗带土移栽的办法 以确保番茄苗期的营养充足 据统计 今年该团番茄杀地育苗移栽 试验田面积达200多亩 移栽优质番茄肿苗近15万克